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如果要為大家介紹 PHP只要透過一些Event Extension 也可以用來處理大量連線的一些問題 同時也會針對COMMAT技術 以及C10K的問題 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請大家掌聲鼓勵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在PHP.COMP 跟大家分享這一個議程 然後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雖然我叫Ricky 可是通常我在上面的暱稱 我都是叫Ricky是我 可是很多人都喜歡在後面幫我加個歌 但請不要在後面加歌 OK 那我本身我是一個Symphony的愛好者 然後呢我喜歡拿PHP做一些不正經的事 那這是我的第一個是我的部落格 然後我的Pulon還有Facebook 那目前我是在Nightstage生活旅遊的網站 然後當任阿宅工程師 好 那長久以來的話 其實PHP給大家的印象就是慢 那而且呢這個東西其實幾乎你會發覺 我們現在似乎所有的PHP 大部分所有的應用都是離不開web server 然後尤其是跟Ava 7 甚至有很多人就覺得說 PHP其實它不吵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議題就是要拿PHP來做一個realtime的web 然後讓PHP吵一下 那在介紹什麼是realtimeweb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傳統的網頁它是怎麼運作的 那首先呢它就是當我們一個Client呢 他連上Server之後呢 他會先發出一個請求 說我來了我要首頁請給我 然後這個時候呢Server就會回應說 好這是你要的資料 謝謝再聯絡 然後Client端就走了 就再回應 然後接著Server呢 就繼續回應下一個request 那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Server端其實它是沒有辦法 主動把訊息丟給Client端 因為Client端一連線完之後就斷線了 所以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Server端其實是沒辦法主動把訊息丟給Client端 然後除非等到說Client下次它再連上線來 你才能夠把發生的一個事件然後丟給它 所以呢 那realtimeweb我們要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先建立一個可以主動發送訊息的機制 然後讓我們Server端可以隨時有事件發生的時候 可以把訊息push出去 那在早期的話其實有很多的技術 包含說像什麼iPhone Streaming 或者是一些blahblahblah 很多的技術 那比較長 就是一個比較通用的解決方案 就是用LongPooling 那也有人就是叫它叫做Comet 然後它到目前為止像Pooldown或Facebook 他們還是一直用這種方式 然後去解決這個通訊的問題 然後而且這個通訊的好處是說 IE6也可以支援 所以在瀏覽器支援程度上面 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什麼是LongPooling呢 我們來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首先呢還是一樣 開眼端也是跟Server講說我來了 然後Server就說好歡迎 但是你稍等不要走開 然後接著兩邊就開始進入沉默 就開始一直等 然後就是不遵照 然後接著Server就剛好這個時候 可能你是在一個聊天室 然後剛好有一個人發了一個訊息 欸Server端收到了 然後這個時候Server端就告訴他說 欸剛好有東西給你 所以開眼端就說好我收到了 好這個時候一收到之後 馬上斷線再重新發起一個連線 然後就是重複的這一個模式 所以呢 當這個模式的話你就會發覺說 它的特點就是 它其實是會把這一個連線拉得非常的長 可能就是長達一分鐘這樣子的一個連線 所以說它就好像彗星一樣 就是會拉著長到尾巴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技術會被人家叫做 Comet就是彗星的意思 好 那但是問題來了 瀏覽器並不知道說 你還有後面的資料 我要在那邊慢慢的等你啊 之後 欸我等不到資料 那就timeout 然後就把中斷連線結束掉 好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透過http1.1新增的一個協定 然後叫做那個 Chunk Transfer Encoding 好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呢 你就會告訴瀏覽器說 欸不要中斷連線 我後面還有資料 那什麼是Chunk Transfer Encoding呢 就是說它我們傳統的Web 在傳輸的時候就是一包 然後就把你所有的資料全部丟回去 但是這個Chunk Transfer Encoding呢 它的意思就是 它會把資料拆成一個一個的區塊 就是分塊這樣送回去 然後呢 它會有首先第一個包含就是header的部分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data的一個data的區塊 那這個data的區塊 你可能是有很多個很多個不限數量 然後最後呢會有一個結尾的 一個end的一個區塊 那整個 整個它的機制是會這樣 當我們的那個瀏覽器 收到了這個 Chunk Transfer Encoding的那個header之後呢 它的預期說 欸你還有header的部分啊 所以我開始等 等你把header送給 那data的部分送給我 所以它這個時候就不會去timeout 就會開始在那邊一直進行等待 然後當收到這個data的 在data以及結束的區塊之後呢 它就會收到完整的資料結束連線 然後再來一次 然後所以你看整個資料傳輸的封包 就會像 這個內容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上面紅色的區塊的部分 就是它的header 然後所以你會注意到 它會有一個Chunk Transfer Encoding 這一個那個header的標記 然後接著呢 就會有一個data 每個就是你可以是 把你的封包是按分次去送的 不用一次全部把資料送出去 所以它會有一個data的data 然後最後一個m 然後就會注意一下 它上面其實你看 每個data上面會有一個數字 這是一個16鏡位的數字 它代表是說 這個我這一個區塊 資料區塊的那個長度是有多少 然後最後一個結尾的區塊 就是說當你送出一個 長度為0的結尾區塊的時候 它就知道說 欸這個資料已經結束了 它就會把這個 那個連線給結束掉 所以最後整個long pooling的機制 就會像這樣 一開始開眼端發出一個request server先馬上送一個response回去 就是黃色的部分 用一個response回去之後 好 這個時候雙方就開始進入等待 就是綠色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開始等待等待 然後直到說 欸剛好server有訊息 欸我剛好要送給客人的時候 他就會馬上把訊息 response就是藍色的部分丟回去 然後接著客人端 再馬上發一個連線過來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解決 這個server無法把事件 主動push回去的機制 因為雙方這樣 其實你這樣仔細看起來 幾乎雙方都是處於 在一個unline連線的狀態底下 但是long pooling這個方式 它竟沒有解決掉所有的問題 因為它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只能單向溝通 就是說它的資料 只能夠由server端 傳遞給client端 那client端 如果我今天要把資料 傳遞給server呢 就剛好有一個事件 我需要傳遞給server的時候 它必須要再額外 開另外一個連線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通常我們的webserver 跟我們的事件處理的server 可能通常都不是同一台 所以說你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通常會有一個 cost domain的問題 雖然現在一些新的 比較新的一些瀏覽器 都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早期像IE 它其實是沒辦法去解決 這種cost domain的問題 那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只能夠揚愛 這種新鮮的東西 就是websocket 那websocket它的優點是說 它可以再建立一個持久的連線 而且它可以允許雙向的溝通 也就是說當你連線建立之後 你client端也可以送資料給server 那server端也可以送資料給client 然後呢 而且它可以去傳輸一個 binary的資料 就是說我資料可以 假設我今天要傳輸一個 binary的資料的話 像如果你用HTTP的話 你可能在傳輸的過程 你必須要去把它編碼過 然後才能把它轉換成SKey 那websocket的話 它是允許直接傳輸binary的資料 而且最大好處是websocket 它本身是直接可以支援cross domain的 那解決完剛剛的通訊問題之後呢 其實還會 server端會面臨到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 因為我們你看我們剛剛的話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一直保持一個 online keep connection 的狀態 所以呢 所以說我們server端會keep大量的連線 那可是呢 這個時候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C10K problem這個問題 那什麼是C10K problem呢 那這個東西 其實在90年代的時候 就被提出來了 它的大意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我們的連線數到達10K 就是說1萬個連線的時候 一些設計不良的架構 會遭遇到一些效能的問題 那以現在的角度來想 可能10K不算是什麼 可是在那個年代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呢 它這個問題呢 是你即使把你的CPU增加了 記憶體加倍了 可是你沒辦法達到 對應的效能 就是說你CPU加快一倍 記憶體加大一倍 可是你得到的效能 並不是等倍數的增加 那這個問題呢 就變成說 它再也不是 它的平均點 不是因為硬體的緣故 所以變成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必須要根本的 從整個軟體的架構 你的軟體架構上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解決這個問題之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傳統的那種 Web的那種架構的話 大部分最常用的 就是這種blocking I.O.的一個方式 那這種方式其實很容易實作 那blocking I.O.呢 通常它們實作的方式就是說 我會每一個thread 或是每一個process 它只負責對應處理一個連線 然後呢 它連線的過程之中 都是透過blocking I.O.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要讀取資料 它一讀取就是直接呼叫receive 然後接著呢 就開始一直等 等Client端有沒有送資料過來 有 好我收到 然後再把資料write send 回去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等 如果剛好這個時候 Client端它是沒有 沒有要送 沒有送資料過來的時候 你整個 I.O.會被block在那裡 那這種最傳統的應用 就是像Apache 它的那個prefork 或work的NPM 都是用這種方式去運作的 那這種架構的優點就是說 它在設計其實很簡單 容易使做一些比較複雜的邏輯 因為你只要專心面對 你目前的連線就好 你不用去考慮 其他連線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那而且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multi-threading 所以說你每個CPU的資源 其實都可以被充分的運用 但是呢 這個東西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因為在作業系統中 你要建立一個process 或建立一個thread 其實是很耗資源的 所以說你在建立的時候 它其實必須要耗很多資源 所以你在response的時候 反應的速度 其實不太容易拉伸起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你在建立一個puzzle-thread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 相對的你必須要 複製一份的memory給它 所以當你連線數一增加的時候呢 你的memory的使用量 也會開始一直往上的拉伸 所以整體的消耗 其實會相當的可觀 那所以為了應付這種大量的連線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變成 我們必須要採用另外一個架構 也就是所謂我們採用一個異部 就是非同步架構的一個模型 那非同步架構 非同步IO架構的一個模型 就是說它可能 它一個thread或一個process 可能它是處理多個連線 然後它是透過一個事件驅動的方式 就是說現在剛好有人傳資料給你了 然後會觸發一個event 然後我藉這個event 我去做某件事情 去處理某件事情 然後最後再把資料send回去 那像使用這種非同步IO的幾個經典日子 就像說那個NGX Maincatch 或者NarJS 它們都是用這種架構的方式去做這些 然後這樣設計的優點是說 它會節省記憶體 因為你不管你的連線數有多少 其實你的thread都只有一份而已 它只會佔用一份的記憶體 所以它不用重複的產生process 這個東西 所以它反應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因為它透過這種事件驅動的方式去設計 所以它整個架構也很簡單 那當然這樣的東西它其實也有相對應的缺點 就是說你的程式邏輯必須要考慮到 你不能使用block的API 因為當你一使用block的API的時候 你現在程式被block住 那相對的你所有的IO所有的處理 就全部被停頓下來 那你會導致其他的連線也跟著一起被block住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克服這個C10K problem 就是這個問題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你要夠快 你的反應速度要夠快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處理這些大量的連線 今天如果有一堆連線突然已經湧進來了 結果你說等一下我還要先升一個process 再處理這些東西 那你後面的連線一直進來就越塞越多 最後就自爆 然後第二個你要省 因為使用的資源要省 因為不然的話你遇到大量的連線的時候 你會這些連線會瞬間吃光你所有的系統資源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夠穩 不能夠一貨被就被倒了 那所以說我們在處理這些大量連線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是會前下選擇使用這種非同步的IO架構 那講到非同步IO架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很常用到就是在 因為系統上面很常用到這兩個方 的系統函數就是select跟pool 那這兩個函數呢其實它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在處理這些大量連線的時候 它的效能會隨著它的連線數遞減 就是因為它的時間的處理 它的時間複雜度是big on 也就是說你的連線越多 然後它的相對應 它相對的它反應的速度會越慢 因為它在底層其實是弄一個迴圈 一個loop一直不斷地去檢查你這些 所有的連線的狀態 然後去發出一個event這樣 那很不幸的PHP它只有實做這個socket select 這個東西 就是說它這個socket select 它其實是去實做select的部分 那select這個東西呢 受到Linux系統的限制 它只能夠監視1024個socket 也就是說你最多只能夠監視1024個連線 再超過不行 除非你去改科 所以當你要使用這個solution的時候 C10K無望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把焦點放在一個 比較新一代的核心事件通知機制 就是說現在 因為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大部分現在一些比較新的一些kernel 會開始就是把這個事件 然後移到由核心去解決這個 系統核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不同的系統上 像例如KQ是在那個BSD系統上面 然後Linux對應的解決方法 它提出了一個e-pool 然後Solaris上面還有一個deafpool 然後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處理的那個時間複雜度為big-o-e 也就是說它不會因為你的連線數越來越多 然後它的處理的效能就越來越差 也就是說它不會 你當你在很大量連線的狀態底下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維持的很優異的處理的效能 但是這些東西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們的API都不相容 你不會希望說我今天寫完的一個PHA 或什麼程式寫完之後我今天說我只能在Linux底下用 所以我移植過去到BSD或是Solaris上面的時候就說 抱歉我又要改API 懂我 所以怎麼辦呢 幸好有LiveEvent這個東西 它提供了一個單一的API界面 然後一次解決這三個平台上面的一些方案 而且最大的好處是說即使你不是在這三個平台之內 它還是可以用最傳統的Select Pool去解決 但是呢 PHP它很幸運的 它也有人有做出了一個LiveEvent的這個Extension支援 只是它非常的難用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它只支援LiveEventE 所以怎麼辦呢 然後又很幸運的就有人在做了另外一個叫做EventExtension 它同樣是一個LiveEvent的一個解決的方案 然後這是關於EventExtension的一些套件資訊 像說它的套件的那個來源 或者是說如果你今天有興趣 你想要對它做出一些feedback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從這個BitBucket上面去做一些PoolRequest 那EventExtension它有什麼優點呢 它首先最重要的是它是採用物件導向式的API 所以你在寫作的時候不像那個前面我提到的那個LiveEvent 它全部都是用FunctionHandle的這種方式 其實它做起來還蠻愉快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支援LiveEvent2 它使用的 而且它支援LiveEvent2 它裡面原生就內建的HTTP DNS 以及OpenXSO這些的支援 然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很豐富的一些範例說明 所以說當你不會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去看它的使用範例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解決 那我們有了工具之後 其實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下效能如何嘛 對 總得要來PK一下 所以這裡我們就找了幾個語言的平台來PK一下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PHP當然就是用我們的EventExtension 那當然這個時候就有很出名的就Go GoLand它號稱以效能註稱 然後我們也找了像NodeJS Python的Twisted 以及Ruby的Glide這幾個平台 我們去做測試 然後這個測試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就只有輸出一個簡單的Hello World 然後包含一個HTTP的header 然後我們用AB去跑測試 然後分別的同時發出了一千個Concurrence 五千一萬兩萬 這樣去轟炸它 看看效能如何 那其實測試出來的效能 那個結果其實也蠻令人驚訝 PHP幾乎是完勝的 它的效能呢 幾乎是超過NodeJS的三倍 而且它甚至比GoLand還要快 那很不幸的就是說 那Ruby就GG了 所以說呢 其實就像早上 如果有來聽阿土伯講的一樣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效能 你無法解決它的話 那就擴充它吧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只要出了問題 Essension其實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這是我前幾天在那個Facebook上 看到阿土伯留的一個訊息 就是如果PHP跑得比GoLand還要快 或是一樣快的時候 你會不會go back to PHP 好 那要透過這個Essension呢 打造一個簡單的一個Web Server 其實很容易 首先呢 因為在Live Event裡面 它所有的事件 其實都必須要被綁到一個 那個Best的Essent上面 然後透過一個Event Loop 然後逐一的去執行它的那個Callback 那這裡 所以這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首先我們要先去New一個Event Base 然後接著呢 我們去把一個Event的HTTP 就是它是一個HTTP的Server 然後呢 把它綁在這個Best的Event上面 然後接著設定好 你要監聽的Port 然後接著開始Best Loop 你執行之後 它就會開始進入那個Loop 然後就會依序的對應你的Callback 然後去執行 好 那設定好我們的Best的Event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指定說 當你發生事件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EventHTTP的時候呢 就是它 當我們設定一個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一個 DefaultCallback 就是說 當我有人發出請求的時候呢 它預設就會跑來 跑來執行這個DefaultCallback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URL上面 不管Request什麼東西 它都會執行這一個Callback 那相對的如果說我想要去綁定 特定的某幾個Callback 某幾個URL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去下它 就是說 我們只要去指定 Set一個Callback 像Hello 就是說當如果有人Request的URL 後面是一個Hello的時候 它就會來執行這一個Hello 那當如果後面那些Callback 都沒有的時候 最後就會去執行我們的DefaultCallback 那有了Callback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處理完之後 因為我們要Response訊息回去給它嘛 那我們要把那個訊息回覆給Client端 那LiveEvent的設計是說 我們所有的輸出輸入 就是你的Input Output 必須要都把它丟到一個Buffer裡面 它用Buffer的設計是因為說 我們現在網路的狀態 它並不是都很穩定的 有時候我今天要把訊息丟回給Client端 那Client端可能因為網路的關係 它可能暫時無法連到 可是你也不能夠在那邊等它 所以LiveEvent它設計了一個Buffer 就是你先把資料全部送到Buffer裡面去 你就不要管它了 LiveEvent它會自動幫你去解決 把Buffer裡面的東西送出去 你就只要專心在做後面接鮮下來的動作 這樣 那我們可以直接透過它這個 我們的Codeback裡面 我們可以去取得一個 那個Request的物件 我們可以去取得一個它的OutputBuffer 把我們要輸出的訊息加到Buffer裡面 然後透過SendReply把它Send回去 那這裡的話你看像我們SendReply 這個第一個參數它就是我們的那個Response的SendCode 就是200就是就什麼問題都沒有 然後後面的OK的話 其實那個是HTTP它的那個Response header 它裡面有一個訊息 那不會影響你的輸出啦 那最後一個就是你的Buffer 那接著呢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遇到就是像以剛剛講到一個那個WebSocket 因為在我們建立連線之後 我們通常是一開始我們要先建立一個HTTP的Handshake 然後開始建立一個那個WebSocket之後呢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可能還會陸續收到 由Client端送過來的資料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機制可以知道說 欸Client端送資料過來了 然後呢我把資料寫回去 欸對方已經寫完了或離線了 所以我們會必須要知道說這個訊息 要能夠監聽這樣的事件 所以呢我們就必須要用到這個BufferEvent 然後呢其實在HT裡面 我們可以去透過這個東西去Get它的BufferEvent 然後一樣是這個BufferEvent去Set一個Callback 然後它這個Callback裡面有三個 一個是OnRead,OnWrite以及OnEvent 然後最後有一個CustomData的欄位 CustomData是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今天去呼叫 被有一個Callback執行的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說 欸這個Callback到底是誰觸發的啊 所以呢我們可以透過這個ARG 我們可能是傳的是一個Connection的 一個資訊或者是什麼東西 反正最後它就會被帶到你這個 Callback的ARG的欄位去 所以這是給你我們制定的一個欄位 然後就看你怎麼去使用它 那這些BufferEvent 這個Event呢它的狀態是代表什麼 像OnRead的話就是不用解釋了 就是它就是當你收到資料的時候 它就會去觸發這個OnRead 那OnWrite呢就是說 當我資料已經送出了 然後這個時候Buffer已經空了 沒有東西了 你可以再去把資料送到Buffer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這個OnWrite的事件 那最後一個OnEvent呢就是說 當你的整個那個這個連線的狀態有改變的時候 譬如說 傳輸發生錯誤 或者是開案端它斷線了 它就會觸發這一個OnEvent 那相對的像我們到時候 我們也可以在裡面透過這一個 那個BufferEvent 我們可以去設定一個倒數的計時器 一個Time 那我們要去設定一個TimeoutEvent呢 就是說我們直接透過它一個Event 然後就可以去指定一個Timeout的Event 然後去指定 然後在裡面的話 我們的Event的類型 就是一個Timeout的Event 然後接著呢 我們只要去指定好說 我們Timeout是設定叫做50好了 這個時候呢 它就是每50秒之後 它就會去觸發這一個Event 但是注意一下喔 這個東西它只會跑一次 所以說如果你要希望它是 一直無時性的跑下去的話 就是一直持續觸發的時候 在我們的Event的上面之後 你還要再加上一個Persist的Flag 這個時候它就是每隔50秒 就會去觸發一次這個Callback 那講到這裡之後 我們終於要開始來講說 那我們的RealTimeWeb 要怎麼去弄呢 那講到RealTimeWeb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一個很著名的專案 就是SocketIO 那SocketIO呢 它其實是一個跨瀏覽器的 RealTimeWeb的一個解決方案 然後它前端 後端其實都是用JavaScript去寫的 那可是今天是PHP-Comp的場子嘛 所以說我們就建立一個專案 然後就是我們用PHP來實作 ServerSide的一個SocketIO的東西 那PHP-SocketIO它其實 我也支援了Composer的安裝 所以說你在安裝相當容易 你只要在你的Composer的JSON之中 加入這一段東西 然後Composer install 就可以完成安裝了 那PHP-SocketIO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第一個它支援大多數的協定 像說那個SocketIO裡面 它有支援WebSocket 或是JSONP的Pooling 或是XHR的Pooling 都已經支援了 而且它在API上面 其實跟SocketIO的用法相當接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用PHP寫的 所以你可以去沿用很多 你PHP上面習慣的一些開發的 一些Library 或種種的東西 那它的系統需求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PHP你必須要是5.4以上的版本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Event 你必須要用到Event Extension 然後這裡我們需要1.8版以上的版本 然後後面有加一個Maybe 是因為我送了一個Pool Request 作者就承諾說會在1.8加入 那如果沒加入 那就是作者糊弄我 我再去跟他吵完 那另外呢我們還有就是弄到HTT Foundation 跟Event Dispatch這兩個元件 那Serverside的用法其實跟SocketIO其實很接近 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呢我們去New一個SocketIO的物件 然後呢接著我們就去設定好一個on的Message onMessage的一個Event 然後呢當這個Event被觸發的時候就會有一個Callback 然後就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呢 接著我們設定好這些Callback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SocketIO Listen 或者Listen在哪一個Pool 然後接著開始跑Dispatch 就是他就會開始去跑他的Event Loop 那ClientSign的話 就當然就是使用SocketIO嘛 那個ClientSign的介面 所以我們就是其實就跟 如果有用過SocketIO的人 應該就很熟悉了 就是這樣照著用就對了 那當然啦 可是我們在Serverside的時候 其實還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常常必須要去直接回應一個Request 例如說今天他可能是要求的一個靜態的HTML 我們需要馬上Response回去 所以呢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直接去辦一個onRequest 然後像這裡的話 我們是直接request 當他要求就是root 就是他什麼都沒有 就是根目錄的時候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Response一個 一個Hello World 直接丟回去給他 然後或者是說 然後我們可以去指定一個Namespace 尤其是這個Namespace的用心是什麼 像說因為我們可能是在處理一個多人的話 像說你要處理的是一個多聊天室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把這每一個聊天室給區分開來 所以呢我們這個時候呢 可以把每一個聊天室給他一個不同的Namespace 然後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給一個叫做Chat的Namespace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邊有去設定有一個Namespace之後呢 會有一個onMessage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時候呢 只有在位於這個ChatNamespace底下的 會收到這個Message的Event 當然如果他今天送出來的訊息 不是為 他的Namespace 不是Chat的時候 你不會收到這個Event 然後同樣的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Chat 有一個Chat 我們Emit 我們就是送出一個事件 給Client端的時候呢 他相對的 他也是只會局限在這個Namespace底下 然後不是這個Namespace的 就不會去收到這個訊息 那ClientSide呢 其實就一樣 唯一的差別就是在於 你在Connection的時候 後面的UI 必須要加上一個斜線Chat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Message的Event 去取得我們目前的這個連線 然後呢 將事件送給這個Connection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說 像說有時候 我們要傳遞一個 那種秘密私密訊息的時候 我只是想要傳遞給某一個人 我們可以去直接去 透過這個GetConnection 然後把訊息只送給他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會直接有這個Connection 會去收到這一個事件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 準備要來Live Demo了 好 先等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一定要看Code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弄一個 弄一個段 這是一個Server 一個ServerSide的一段 這是一個Server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這裡我們去 從Server這邊我們去檢聽 就是說 當Client端有送出 從Client端去送出一個AdMe 這一個Event的時候呢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會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 當他收到AdMe之後呢 就是送AdMe出來的這一個人呢 我們去 就會回送一個Update 就是一個Update的這個事件給他 然後呢 送裡面包含著一段訊息 叫做 叫Welcome 就是歡迎誰誰誰進來 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個 就是說這個聊天室 就是這個Chat 就是Chat 當他被 他收到 他接著呢 我們送了一個訊息給他之後呢 我們要對整個訊 整個那個 聊天室廣播嘛 所以我們就對整個Chat 裡面一個Update 他的一個訊息就是 剛剛那一個人 他現在連上線了 像我們這邊的話就說 It's coming 就是誰連上線 然後另外呢 就是說 如果Client端有送訊息過來的時候 就是說他有觸發一個 Message的Event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 回來執行這一個 這一個Callback 然後最後呢 把訊息收下來 然後對整個聊天室做廣播 就是對他Emit一個Update 就是把他送過來的訊息 再一模一樣的再丟出去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ChatIO 比如說監聽在Port8080嘛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只是說 有誰Connection 這個其實無所謂 不管他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 我們需要 這裡有一個 這裡做了一個簡單的 一個Web Server 就是說我們要Response 一個 當他連上來之後 他首頁Response回去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就是監聽 就是 就是 Client端的JavaScript 我們還是要用SocketIO的JS 這個東西 所以說當他如果Client Request這個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JS回應給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Client端怎麼辦呢 Client端其實我們就是 首先第一個 你還是需要要Low的 那個SocketIO.js 這一個嘛 然後另外呢 就是我們只有Low jQuery 這些東西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demo 然後接著Client端其實就 也是很簡單 就是 我們去Connect到我們的Port 8080 然後領上去之後呢 然後當我們的Socket 收到一個Update的訊息之後呢 如果他的訊息是Clear 就把整個Content給清空掉 那如果說他有一個User的話呢 就說 那個就是某某某User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呢 他的Content是什麼東西 那這裡的話就是 當我們連上去 我們第一次發出訊息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送出一個叫AdMe 就是說 我已經加入這個聊天室了 然後 你按下SocketIO之後呢 就會順便就說 把你的訊息 然後整個 然後包含我是誰 然後送出去 這樣 那實際這個東西 Run起來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好 來看一下 直接來跑一個 跑三個 好 那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就開來第一個 嗨 好 因為我第一次 我必須要給他一個名稱 是Ricky 好 這個時候就會送出去了 然後這裡的話 就會發現說 欸 Welcome Ricky Sue is coming 因為我現在就是 大家有沒有發覺就是 因為我是這一個送出去的人 所以我只有我會收到 這一個單獨的 Welcome的訊息 所以其他的聊天室的人 他是不會收到那個 Welcome的訊息 那接著呢 我們去送訊息 大家 你看發覺其實 他的反應速度就是可以達到那種 那種 我們先清掉 然後同樣的 嗨 OK 就是一樣 所以說你看 這個時候呢 像我們這個時候 這邊 這個時候 好 這裡說 嗨 所以 這個時候 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很快 就這樣 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一個 一個那種類似聊天室的 這樣子的應用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好 好 接下來就是QA時間了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什麼問題嗎 好 好安靜 不知道有沒有包含那個 就是 就是Saki.io那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包含 以前Saki.io的Flash模式 就是可以用Flash做連線的模式 嗯 好 這個好問題 因為大家都說嘛 Flash must die 對 所以 基本上的話 因為其實你Flash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說 因為其實到後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Saki.io去解決這個 就是你可以透過WebSaki 已經可以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說當初我在實作的時候 其實沒有考慮到 用Flash的Saki做這件事情 所以 基本上你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取代掉它 那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剛剛沒有看眼鏡 如果我們在charting的過程裡面 想要丟 譬如說 丟附件的話 做法大概會是怎麼做 不好意思 可能再說一次 不好意思 譬如說如果我今天想要丟一個附件 丟一張圖上去或是跟大家分享一張圖的話 那做法上會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嗎 跟現在的做法也比較不一樣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如果你是用 因為本身saferside當然就是不太一樣 那你當然相對你就要習慣 php本身物件的這些使用方式 那當然好處是說 那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回傳給client side的時候 那事實上 中間會把這個東西 直接封裝成一個json丟回去 所以說你在saferside 你可以直接弄一個phparray 或是phpobject 不管什麼東西 反正丟過去 就會想辦法把它做serialized的動作 丟給client段 所以使用上其實應該不會太複雜就對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我有cluster的架構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cluster的架構 因為我server端可能很多 那我要quass 好 那這個其實是未來的目標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就為了這個conf 所以才敢工敢出來的東西 其實它還有很多要解決的問題 那其實如果到後面的話 你要因應這種class架構的話 你必須要去解決的第一個 就是說你不同server之間 你要怎麼去通訊的問題 那你不同server之間 你要去通訊的話 你可能就是透過像0MQ 這些東西去事件去跨server的通訊 那或者是說甚至你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後面你可能就是有好幾個 跑好幾個server 那你前端可能做一個reverse epoxy 那你基本上你可能用那個HDP的Van 它基本上也可以處理很高流量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解決了 還有問題嗎 都沒有 好像還有1分鐘 好 那這邊 就 好 請 所以這邊已經把整個Sagi-IO的Protocol都已經實作進去了? 盡量希望,其實還有一些還沒有啦 可是大部分的就是像你一般的Event,然後包含它的Connect都已經實作進去了 可以傳Binary的資料嗎? 這個是我希望下一步可以做到的東西 你好,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跟之後HTML5的WebSocket比較起來兩者的差異在哪邊? 其實WebSocket它只是一個傳輸的方式 那只是說因為WebSocket,事實上你做完之後你只有解決那個傳輸 就是Client跟ServerSide之間傳輸,雙向傳輸的問題以及連線的問題 但是裡面你資訊要封裝,你還是要有一個東西去處理 包含說我Event的觸發,Event的Callback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必須要還是要有一個在更上一層的 像說SocketIO它的設計就是用來處理這種RealTime的問題 好,還有問題嗎? 好,時間快不夠了 好,這裡我拍一下 好,這個就是說 因為原本我是打算說在Lightning Talk 可是來不及BioLightning Talk 所以趁這個還有一點點時間 好,我會弄一下 然後在PHP Conf2001年的時候 也就是第一屆的時候呢 我在這邊介紹了Symphony 1 那2012年的時候呢 我在這邊介紹了Symphony 2 然後呢,所以2013年照理來說 我應該要介紹Symphony 3的 然後很不幸的是因為它還沒生出來 對 所以今年不講Symphony 那但是呢 Francor的學習呢 不能只是40分鐘的投影片 那技術人的交流呢 也不能只是一年一次的換影片 所以我們Francor的學習呢 我們就辦了一個Symphony的讀書會 那技術人的交流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PHPL Day 那時間呢是隔週四的晚上七點 然後地點是在台大的新創育城中心一樓會議室 然後在中正區的CM 68號 備用呢?不用 熱情?無價 然後我們有場地 我們也有投影機 可是我們沒有人 所以請帶著你的熱情 一起來參與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便當 而且不用錢 如果你想當聽眾 歡迎 然後如果你想要當講師 我們也歡迎 如果你只想要吃便當 也歡迎 但是記得要付錢 那如何聯絡呢? 我們Facebook 請搜尋我們的Symphony讀書會 那或者是聯絡我 我的email 這裡我們就特別感謝 這個韋傑科技的Max Fan 然後去贊助我們的場地還有便當 好 謝謝各位 謝謝Ricky 那接下來是Lighting Talk 請報名Lighting Talk的講者 到前面來測試你們的投影片喔 謝謝